我们的这个需求 我们的这份需求 被UML是怎么化的 那么事实上 在做这份需求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是做了界面原型的 但是这个界面原型的文档 没有保留下来 最后我们就直接 由美工的这个设计图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美工的设计图 你看UI Design 后来我们就以这个设计图为依据 如果你们美工动作快的话 我们很快把界面原型给他 他很快就能出这种漂亮的图形 对不对 就很漂亮 然后我们再拿着这个图 去跟客户去确认 问客户你觉得这个 符不符合你的这样一个要求 你看我们也是 业务性的系统性的 和我们的resource 业务模块 你看这个就很方便了 双击进去 这个是最方便的 看我们那个Style 不只是这个功能 人生大量管理 里面人员基本信息管理 添加人员基本信息 你看也是这样子我们来画的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修改 这是我们常见的增生改查 我们也要把它给表述清楚 还有提醒信息 员工生日提醒 怎么样来提醒 判定员工的生日等等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系统 我们再看一下 Android Talk的 也是类似的方式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具体的 具体的我们好像也看过了 包括自定义命令 什么的 其实我们也都看过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 也进行了一个需求成文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忘了这个文档 是否完整 你看这个就用的 找了一个用户需求模板 对吧 大家可以去找一个模板 进行一个介绍 我们把那个前沿和评估 分解了一下 产品介绍 产品的开发背景 和面向的用户群体 对不对 就这样子来做 遵循的标准和规范 什么Android的 什么什么版本 然后功能性的需求 有哪些 我们列了一个 然后下面是对他们的 一个具体的解释 你看放一张图 然后对他解释 看到没有 放一张图 对他解释 下面就是我们的界面原型 软件还原需求 这个应该放前面 这个应该放前面 质量要求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 非功能性的东西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相信到现在 大家就已经知道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需求 及需求成文了 那么下面就是要多练 就是要多练 好 那下面我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在 在我们的需求过程中 常常遇到的几类问题 这类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沟通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需求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好的需求人员 他的沟通能力 一定是非常强的 包括上下级 沟通模式不固定 上传下达有阻力 我们怎么办 这里头就遇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理想的情况下 当然是我们尽可能 把我们相关干系人 都叫到一起来沟通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 可能他部门的人 不同的人会去推托 说什么呢 这个不归欧板 那个不归欧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从上头入手 从上头入手 而且就什么呢 尽量让他们的领导 去给他们下面的人 安排工作 那么下面的人的配合 就会配合得很到位 还有 每次结束了之后 沟通结束了 我一定要找客户确认 这个确认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我们真正的 完整的需求文档 是要客户签字确认的 还有沟通过程中 跟客户沟通过程中 所有的证据都要留下来 甚至于email都要保存 明白吧 这都是我们将来免责的 差的就是我们遇到那种 你做了半天 做完了 他说错了 不对 那你那个时候拿不出证据 你就只有自己找乐了 你就只有干嘛 那该怎么样 全部都得你自己背着 各部门人员沟通没有时间 不知道是否能够有 更有效的方式 这个就分为外部部门和内部部门 外部部门主要是客户那里 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没做好 那么还是那句话 从上头往下转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自己的内部的这种沟通 那这个首先要统一我们的umail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umail 其次就是我们内部的pm要给力 审核过后无法选择 这是具体的一些情况 不说 部门之间沟通不畅 存在互相推诿 现在刚刚聊过了 身兼素质 工作压力大 你说我又兼这个又兼那个 我需求完了 我过后 我还做需求的整理和设计 然后结果见面员形成 我也出我话的 结果后来干嘛呢 还让我兼美工 反正化漂亮一点 最后又跟我说 这个好嘛 我需求做完了 实现也是由我带着一个团队来实现的 也就是我又是需求人员 又是设计人员和实现人员 我们有这样的项目 有的项目就是一个人 给他干出来的 对不对 我也干过这个事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能力吧 那有时候该顶着还是顶着问你 但这种机会倒是挺锻炼人的 但是在我们的意识里 不管你接了几个角色 你要在意识中 把角色给刻意的分开来 你要很清楚 如果客户无法明确的说出自己的需求怎么办 就像我刚刚跟曾斌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引导 这个引导过程中 其实有的时候还取决于我们什么 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 对不对 有的时候可能客户他都 他对新型化系统他不是专业的 他可能对他们也不是专业的 所以很多在新型化系统里需要去考虑的 比方说我们后台管理 我们就要去引导 因为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经验 一般有前台就会有后台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 除了这样的一些经验之外 我们还要去提升我们的专业经验 就是你比方说你做金融系统 我就要求你在做需求的过程中 要把自己变成金融专家 你做的是个财务系统 我就要求你要很清楚 什么叫记账凭证 什么叫借贷关系 以前我 我好像做过半年的一个财务系统 当时我可不会做那什么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 什么叫审议表 什么叫现金流量 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我专门大概学了认认真真的 边做需求边学 学了两个多月的财务知识 而且跟客户去请教 最后 一直要达到一种什么程度 你做财务系统 就是你自己都可以当这方面的财快的人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好的需求 乃至于这样一个好的系统 所以大家就记住 以后我们做什么样的系统 我们都要去深入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让自己变成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 所以说我们接触不同类型的项目 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提升 不仅仅是学编程 分析的问题 可不可以让大家思想尽力 固定在统一状态 当然可以了 那我就是我们内部要有一套标准 有没有在此想要 报告成文的问题 各部门水平参差不及 开发新流程 需要用大量的文字和图表 这还是我们要统一 还是要统一 业务部门在提出需求流程的时候 怎么话都有 你看还是要统一 还是要统一 你看信息管理员 阅读信息困难 没有固定的格式 希望有需求上头的模式规范 这个模式规范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需求成文的那套模板 回头我会把我们所有的Ware文 就是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各个阶段的这个Ware文档 给大家传一份 相关的需求文档 模板 如何编写一份成功的成文报告 如何通过成文报告 来达到预期的目的 你看这我们整个课程 都在讲这些内容 对吧 那么沟通还有一些高级技巧 我们在沟通过程中 其实按照社会心理学 我们分为这样的五个内容 包括自我概念 就是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是主导者 千万不要被别人带着走 就好像刚刚曾宾一上来 就给我描述很详细的信息 那么其实我不是很care 一开始我是不是很care 那些详细信息的 所以我要尽力的把它给引回来 这叫自我主导 第二 有效聆听 要善于去听 并且抽离出我们想要的内容 清晰的表达 就包括我们问问题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清晰的表达 而且尽可能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当年共产党打江山的时候 刚开始大家都是一些像五四青年这种 都是很文派的知乎者也 对着那些扛着厨头的农民 宣传我们的共产主义 后来改了 后来干脆就农民对农民 工人对工人 对付特殊情况和情绪 有的时候客户会有一些特别的情绪 可能既然你过去做需求 那个客户刚丢了钱包 所以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有点心不在焉 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遇到什么事情 刚发过脾气 这些时候你都要注意到 语言沟通的这个技巧 和自我表露 有的时候该去表露 我们的专业性的时候 你要去表露 你这样一个专业性 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概念 以后大家在过程中 会不断的去演练 这些方面的内容 那么我们的课程 基本上讲到这里 我们回过头来 再回顾一下 我们课程目标 要求大家掌握需求分析的一套模式 掌握了没有 掌握需求分析四要素 就是非常重要 掌握了没有 熟练的使用需求分析过程中的工具 这个肯定也会了 特别注意的就是 工具不拘一格 包括我们录制视频的工具 都可以用上 包括我们的DV都可能用上 熟练制作需求过程中的产物 产物对我们而言 谨记UML和建美原型 如果需要 我们还有一个Word的需求报告 重点难点 掌握需求分析四要素 以及迭代方式 掌握需求分析的三轴线模型 就是XYZ 这种方式 四要素 五原则和三个组织 三组织 课后练习 就结合自己的所在的项目 做一份基于UML的需求文档 最终进行Word成文 那么我相信大家成文的 可不要是简简单单 我那份需求文档 如果大家现在正好在项目里面 那就可好了 我们立马就把你们当前 这个项目需求做出来 而且这份报告 你做出来过 你让别的同事看 他们很有可能会惊讶 哇 这么漂亮 好 这就是我们这 这堂课之后的 这个练习 那我们需求的内容 就简单的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需求啊 要讲的内容很多 所以这堂课程的话 算是我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给大家做了一个需求模式的一个介绍 但是其实还我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那希望大家先掌握了这套模式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触动 这个我学完了之后 你只需要记住我的这样一套做法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第四步干嘛 我会告诉你 比你看十本特别复杂的书 特别复杂的一些概念 概要和那些概念 都来的有效 对吧 所以真正要把它掌握成为自己的 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更容易掌握 包括我们后面讲软件设计 我也不会说 在课程课堂上教大家做什么 如何成为一个架构设计师 那个如果要开的话 我会开专门的课程 所以我们都算是交给大家一些模式 希望能够让大家通过这种方式 学习一下我是怎么样发现规律 和去总结规律的 OK 关于我们的UML需求分析 就讲到这些 下来大家一定要去练 练了过后 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节成文和产物 发给我 我帮你评估一下 好 看还有其他的问题 OK 那我们的lesson3就讲到这里